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人类文明几乎整体毁灭 没想到的是五大国组建的地球联盟挺了过来 全新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一切的软折都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吧 那群被称为武者的英雄 现在能够到旧世界探索的也只有强大的武者了 我将来也一定要去闯荡一番 阿凤 你武器天赋这么出众 又勤奋 成为武者也是指日可待 武者毕竟还有一段距离 我的首要目标是下个月的高考 我准备先考入军校 毕竟我们这些连租区走出来的穷学生 能免除学费拿到补贴 才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 军校的训练条件 更方便你提升自己成为武者 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兄弟我啊 魏文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有什么东西从空中飞过 好像是一种飞行怪兽 你看错了吧 何况大地盘石击后 没有变异兽会接近防护罩的 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 算了 我们回去吧 报告首长 变异兽越过了无人区 立刻拦牵 目标是什么 黑罐金雕 雕类变异兽排名第三 飞行急速三点九倍音速 羽毛硬度超过金刚石 达到三级克洛金硬度 从图像分析数据来看 翼展为36米 体长达到21米 成年S级 S级距离多远 一千公里 根据黑罐金雕三点九马赫的速度计算 才有十五分钟抵达 战机呢 五分钟后迎击 保定目标 请求开火 同意开火 是否呼叫武者 呼叫 希望还来得及 长达英雄董南彪 牺牲38周年纪念活动 正在举行 全国科党部馆进行划圈 国家研究所在RR病毒领域的研究 得到突破 可以将RR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 减少三十分钟 RR病毒的研究 现在有了突破有什么用 大涅盘都过去了 当然有用了 人类还不是感染了RR病毒产生抗体 身体的能力才会突飞猛进的 武者的诞生毕竟也有RR病毒的原因 又懒 一提到武者你就两眼放光 算了 还是想想眼前吧 有些目标虽然美好 但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遥远了 我走错教室 几十个人盯着我看 快毕业了 感觉好不真实啊 你也怕见不到某人吗 才没有 他来了 他来了 那我们先走了 高考后见啊 拜拜 我们有机会啊 徐昕 我送你回家 是张厚白 是张厚白 你笑了吧 没看到我的车啊 不好 快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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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解除 雷达正在修复 只用一刀 这就是舞者的力量 超越凡人的存在 我决定了 我要成为 舞者 dl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